弟兄姊妹平安 信息一分钟 今天与大家一同思想的是值得 值得 许多的人追求什么 追求地上的金钱 追求孩子 追求各样的掌声 追求学位 追求房子 追求快乐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值得吗 还是老虎筹翻转眼成空呢 而圣经提醒我们 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上帝的国 我们可以进入天国 这天国是永恒 是平安 而拥有天国的人生 是值得的人生 因此我们今天具体思想 什么样的人生 是直奔天国的人生 什么样的投资在永恒当中 算得上数呢 马列弗25章告诉我们 对神死忠的人 神看为美好 我们要忠于神的话 上帝的指引 忠于神的功 神给我们的托付 不论在教会 在工作 在学校 在家庭 神帮助我们成为对神 死忠的人 不但如此 神更指教我们 成为一个对人 真爱的人 马列弗25章后面 提醒我们 我们要坐在最小弟兄身上 爱是打开人心的钥匙 如何爱 呼救神帮助我们 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与人同在 我们用神的话语 鼓励人 并且我们给予人 重量级的帮助 扶持跟鼓励 最后 使我们可以起来 具体祷告 耶稣为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 为人祷告 什么样的人生 值得呢 愿我们每一天 对神死忠 打开神的心 对人真爱 打开人的心 在忠与爱当中 奔跑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帮助我们人生 不要追求地上 让我们追求天上 永恒的国度 忠与爱 谢谢主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